现场音乐演奏搭配文本投影到荧幕 特别的说故事方式 邀请观众到文字中找线索 剧情20年前马航失踪后 长达数年寻找真相的过程 连结时至父亲逐渐失去自我 导演巧妙从个人经验出发 反映宏观国际性的观点 我们现场有一个五个人的乐团 都是日常专家 日常专家是什么呢 这也是德国里迷你记录剧团 首次在台中演出 这次的作品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将从5月24到26号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 作品以探讨消息寻找和挣扎为主题 而文字投影和音乐将在剧中取代现场对话 呈现如散文般的即时风格 带领观众走一趟实践艺术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助